农历新年越南街上货抽是卖场随处可见有如食品塔的礼兰 而这个礼兰就是当地人的新年礼物 我们越南人送礼的时候通常都是送很多种的 而且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是我们送礼的人都是很大方的 也是希望那个受礼的人有一年是富有美满的下一年 将酒茶叶果干饼干糖果等礼盒一个个堆叠成塔 对越南人来说叠得越多越满就越大气 而如何堆叠也是一门学问 还得注意礼盒配色 业者会先试叠完一轮再用热熔胶粘成塔状 一般来说礼兰市售价格从30万至200多万越南顿 约薪台币368元至2458元都有 也可以随客人喜好客制化 然而这两年来受COVID-19疫情影响 民众年中普遍缩水的情况下 业者也推出价格更亲民的礼兰拉抬业绩 我们以前的产品都是针对主要是高级的客户 然后高级的产品 今年的话我们有配比一些是比较单价比较低 适合那个消费能力 也是比较接近那个我们的零售客户 当越南人收到装满食品的礼兰 会先放置家装当摆饰 等出席夜拜拜时再拿出来仇神祭祖 大约放到初五之后 才会开始拆礼兰享用这些礼盒 装设计也陈嘉伦和内报道